欢迎总理先生在2024年新年一时访华 你是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 这也是你第五次到访中国 很高兴时隔十年再次同你会面 总理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一向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可以与中方坚定支持 我对此高度赞赏 心形下 中方愿图安防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中安关系取得更大的成果 更好汇集两个人民 谢谢你非常多的收拾我和其他议员 我相信你所示意的力量 我们希望其他人 尤其是在建立的国家 会追踪你的势 那是在中国人民共产的国家 在保持一个更加坏的地区 而当然要保持 有益地区域的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